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当时的情况就是说 一公斤二十块到十块钱 没有人要 经营到一百两百 甚至到一千多块 那个时候我们刚好 我的山上的漆呢 刚好是量产的时候 在遇到鸡肺 慢慢慢慢这样子走上来 植物的东西呢 遇到阳光之后呢 抽水分的导管会膨胀 所以你去采抽的时候呢 它水分会流得比较多 养分会比较少 晚上的话是塞管膨胀 就是养分的那条管子会膨胀 我们要的是养分不是水分 所以必须要晚上 所以没办法 一定是要不能见光割 年产量又是两热多两瓶半 一颗七处的平均纸 所以必须呢 晚上十二点出门 隔到早上太阳一出来 开始收 收到中午十一点左右 它本身有杀菌抗菌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装热食的东西 第二个呢 化学金你用完了 顶多三四年四五年 丢了之后呢 含重金属的东西呢 会污染到地 地方哦 你雨水下来的话 会影响到地下水 用我们的天然气气气气的话 那污染度呢 是零 就是没有污染的哦 气的话是一个双架间的东西 所以强酸强碱 它都不怕 所以一般来讲 它的耐久性呢 甚至于超过几百年 化学期几十年 十几年哦 就差不多要换 薛老师的精神 一步一脚异的精神 很多人都认为说天然气 因为它来源取得不容易 然后可能会放弃要使用 但是薛老师还是坚持用天然气 然后他也觉得 天然气有第二春 对 他就是 他的风格就是不断地做 不停地做 一直做 一直做 所以我父亲常常在讲说 做事情的话哦 绝对不能够等机会了 有时间的话呢 自己多充实自己 多方便去做 做着来等 机会一来 你才抓得住 这个漆的东西工作是非常繁琐哦 所以我走 我走的一条哦 很不应该走的路哦 我自己现在也有一点后悔哦 因为这样 走这个雕漆哦 目前来讲哦 这雕漆是最憨的人做的 因为那个雕漆里面有一层是化学漆的话 以后就会从那个化学漆那边摊掉 那很胖胖系数不一样 就会从那边均裂哦 所以你每一层漆都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漆 漆要干燥要干到透才能漆 如果是以纯粹tc哦 就是以漆来表现的话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你至少要100到120层以上 你雕出来的厚质感才够 若是两天漆成 那240层将近要花一年的时间 然后你雕的时间再多长一点的话 就只要一年半 我觉得吃苦叫吃补哦 因为艺术的东西就是生活嘛 你很仔细的去品尝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都是素材 你要吃过一些苦 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反而坎坷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所体会到什么叫人生的时候呢 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那个才叫人生哦 我们很多工厂外移之后呢 这个气就开始就没落了 所以到目前来讲的话 有割过漆的人 吃漆长大的人 在埔里是非常多哦 非常多 可是呢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 的典故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一直把它坚持 说这个博物馆要留下来的原因就是 让我们地区性的文化呢 好好的遗留下来 让后一代看得到 我们前一代的奋斗的背影 前人的所种的东西呢 所经营的过程呢 你不懂的话 他真的不会珍惜这一段 徐玉民将一生的心血 投入天然气的推广和制作 努力传承热项 传统古老的文化技术 让博大精深的天然气文化 能够在台湾永远延续下去